是焦热偶像剧跟鲨鱼接吻来到尾声 特别举办粉丝见面会 让主要演员跟粉丝相见欢 见面会上还重现了剧中求婚戏码 让粉丝看了超激动 女主导中瑶说 在拍戏过程当中都没机会跟演员们私下聚餐 希望未来可以相约吃饭 他也透露在杀青酒上 男主角罗红正喝太醉了 还吐在他身上 从认识你的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要接近一只鲨鱼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拿着一束花 今天一跪深情告白 大庭广众上演求婚戏码 我愿意 我愿意 女主角怎么答应得有些草率 仔细看他们不是演员中瑶跟罗红正吗 台式周日偶像剧跟鲨鱼接吻来到最终回 也特别举办粉丝见面会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主要演员蓝军天 张景岚 英福等人 也都到场跟粉丝同乐 哪些世界都在帮罗红正挑汗呢 户外见面会天气超好 加上粉丝的热情 让台上演员们频频擦汗 尤其男主角罗红正 更是汗流到让演员群全体出动 帮忙擦 现场笑声不断 不过戏拍完了 剧主将要各自分飞 难免有些不舍 今天就比较不太想要面对 面对工作 面对这部戏 要面对杀青的心情 你这样有吐 吐在我身上 因为我真的知道自己不能喝 所以说在杀青酒之前 我就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说真的 我就大概一两杯就挂了 不要灌我酒这样 真的挂了吧 没有人灌你啊 粉丝见面会兼顾防疫 透过问答方式与粉丝互动 送出小礼物 让粉丝臭嗨嗨 跟鲨鱼接吻 剧情高潮迭起 想知道最后到底怎么发展 粉丝们千万别错过 介绍船远将军来台北才能报道